原厂的探索家790的越野房车又迎来了全新的升级 那这一次的升级让这款房车更加的懂你 因为它增加了智能化的配置 也让这辆车开起来更加的轻松 因为它在体盘方面又做了一些智能化的调整 首先这辆车是基于上期流的一款790的皮卡打造 整车的长框高尺寸分别是5990,2320,2910 那整个前年看起来也非常的威猛霸气 熏黑的一个进气格栅 然后原厂的英文车标 然后颈部还配了辅助的前照明灯 那这辆车也是配备有四能叠杀 以及四个铝合金的能骨 做了熏黑的处理 而且四个轮胎的话也都是配备的AT越野胎 这辆车身的话是基于一个非承载式的车身打造 可以看到下方的大梁是非常的厚重感的 那配有无钥匙进入以及一键启动 后视镜也是做了一个廉伸的处理 使得整个盲缺消失殆尽 整个车身接近脚28度 泥去脚27度 具备一个常规的一个越野能力 当然咱们并不可能拿着这款车型去越野 但是它能够让咱们在深陷泥潭的时候 去提高自己的一个脱困能力 采用的是伯格华纳的一个分动箱 也是后桥带有差速锁 在咱们过一些泥泥诺面的时候 那这样也会更加的没有顾虑 配有试炼接口 带新能源充电的功能 120升的清水箱 40升的灰水箱 后方配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咱们也是配备常用的一个补胎的装置 车尾也是可以选装一个小书包 那后部前部都是配有雷达的 右侧配备了3米至1 2米5的遮阳棚 后部20升黑水箱的舱门 往前看过来 这里是有一个外置的抽拉厨房 那拉伸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有操作台 有卡式炉 咱们在这里美美的做一顿饭菜 也是未尝不可 侧面 取水口 试电的取电口 以及点烟器的接口 在这里 煮饭也是非常方便 来到驾驶室 整个内部基本上大面积的采用了皮质的包覆 而且可以看到整个座椅的包裹性更强 所以咱们长途开车的时候 能够充分保障到这个舒适性 配备了主副驾的安全气囊 以及侧气囊 是有两个液晶屏的 这样子更加的直观 这辆车也是搭载了上汽自主研发的2.07的一款柴油发动机 功率160千瓦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500牛米 配了有一个电子助力的方向盘 像现在这款车是配了竞速巡航 那么在操控性方面 新升级的一款智慧选装包 内部就包含了Adaas 2.0的一个安全包 那这款 那这个就包含了ACC自身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和前向碰撞预警的这个功能 大家都知道ACC的话 咱们高速开车的时候可以松开油门以及刹车 那这样的行车更加的轻松 那前向碰撞预警和自动刹车 行车过程中的安全性又得到了更精一步的一个保障 匹配的是一个8AT的采F的变速箱 驾驶室与额头之间采用的是一个软连接的方式 这样整个抗扭性更强 也就是说对于咱们驾驶室整个颈部的压力更小 打开中门之后下方的翻折踏板自动的伸展出来 来到整个驾驶室后厢体的空间 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 感觉空间感还是比较大的 颈部的内部是一张大床 可以看到前面最矮的区域 实际上也达到了5到60公分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感觉不会显得那么压抑 睡两个成年人也是绰绰有余 宽度1米2 长度2米1 再往后部看过来 是一个四人的会客区 那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凳子 再往后面 这个一排座椅的话 就可以充当咱们行车过程中的一个 驾驶的使用了 因为也是配了三点式的安全带 带ISOFIX的一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接点的 靠背的角度还可以往后面调节 侧面推拉窗 行车能打开 下方还有一些取电设施 中间的 这个是一个液压式的升降桌 可以降下去 其实坐在这个凳子上面 我觉得前后的一个空间还是有的 因为这个小桌板可以来回的一个移动 前后移动 那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比如说我胸前的话 还有两全多的空间 所以说在这个区域吃饭喝茶 办公都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再往左侧靠下来 打开污情间门 内部的淋浴设施一应俱全 马桶 侧面的镜面柜 上面的双向换气扇 冷热水具的淋浴喷头 都已经给您做好了 而且还细心的给您配置了暖风的出风口 那这辆车的暖风是使用的 韦巴斯特的进口的一个柴暖来供应 有暖风有热水 热水是极用极有 那么电耗也是非常低的 前方是两个49层的冰箱 冷冻冷藏 双功能 再往上面看过来 是有储物空间 往前 侧面有一个小的储物按隔 台面上面虽然说没有配电磁炉 暂时咱们可以自备一个小的活动的电磁炉 然后下方微波炉 侧面还有一个可以延展的小桌面 往上看过来 就是咱们的一个驻车空调 那这款空调是一个48伏的空调 不用打开逆并器 而且能效比高 非常的静音 智能效果 也是很哇塞的 中文上方是咱们的中控显示区域 液晶面板结合机械按键 那这款车啊 在后期可以升级 TYF的人件识别 以及电动的吸水口 那除了这个还可以升级防车管家 也就是说也可以像咱们的生活家 或人旅行家 微义版系列的这些车型一样 通过声音来操控车上的灯光 键器 那么您对于这款车型的话 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